注意了,Mr.Beast在这个短片里面真正的揭露了他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一网红的秘密 我们来看那么一点点片段 好,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视频底下 这个片段是来自于他跟Joe Rogan做的一个几个小时的采访 我以前曾经介绍过这个专访 好,他在这个片段里头讲了他的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创意,他这样子讲的 他讲一个100万播放量和一个3000万的播放量 并不是要这个3000万的播放量要付出那个100万播放量30倍的努力 他讲这个努力应该放在创意上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创意的话 你再怎么样使劲,你都不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视频 他讲他的经验,就是说 基本上网上的所有的视频 如果你只要把你的创意上面 去加上两到三倍的这样的努力 就是把创意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很轻易就能够用一半的努力 就能达到三倍的播放量 啥意思呢? 就是说你能用很多的功夫去做这个视频 拍摄啊,后期啊,做得非常认真 做得非常高质量 但是呢,可能那个播放量只是100万 但是如果你用同样的这个方法 或者精神或者努力去做创意的话 编出一个好的故事来 那最后你后面的这个制作这部分 不需要那么用尽 他讲的只要一半的努力 那依然能让这个播放量三倍以上 他自己讲他曾经连续四年 每天都花一个小时 专门来想点子 专门来想创意 为了找到一个好的这个视频创意 他会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在这个短片里头就讲了一个 比如说狗 他讲,我就从一个关键字开始 狗,我围绕狗我能做什么节目 他就讲,我收养了100条流量狗 我给朋友50条狗 等等等等 他甚至还用一种半睡半醒的那种状态 方法来产生创意 所以他在这个东西是极端的重视 好,我们回头看看 Mr.Beast的他这个频道里头的内容有什么特点 如果你没有认真去研究他 你会觉得他的频道里头就一个特点 给钱,数字很大的钱 其实虽然那个底线是钱 但是他的钱每一次的操作方法都不一样 他不会讲 我今天是给这个打披萨的人一万块钱 明天给流浪汉一万块钱 换个城市又这样子接头给陌生人一万块钱 他不是这样的操作 他每一次他都会有个新的创意 这次是岛,那次是游戏,那次是一间银行 那次就把一个零售店的所有东西都买下来 捐给慈善机构等等 对,他是用钱来操作这些内容 但是他每一次的创意都不一样 我看过他其他的采访 他们经常会就是为了这个创意 这个团队开会开很长时间 最后一定要得到一个 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创意 他才会真正的去开拍做这个节目 那对照我们很多同学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 我要设计一个系列 然后这个系列好像一次头创建出来了 我就用这个模板恨不得做一千七 恨不得做十年 比如说街头求抱抱 然后我就换地方换人到处去举个牌子求抱抱 街头篮球 那就是到每一个地方去打街头篮球 或者街头足球 或者是讲单一的一个鬼神故事 你可以看到那一类东西 他也许也能做到一百万两百万 但是那一类单一模板的 这样的系列的内容频道 很少看到能做到千万这个级别的 而Mr.Beast 虽然他整个节目的底线是钱 但是他每一次在创意上面都有突破 也就是说他每一期节目 看起来对老的观众来讲 他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他的观众的这个基数 才能够不断的突破 上台阶上台阶上台阶 他有点像这个电影界的 他一回拍个爱情片 拍个武打片 拍个历史题材 拍一个鬼神的 再拍一个什么文艺片 这种套路 所以我才在片头讲 这是Mr.Beast 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网红的真正的秘密 在于他不断的在这个创意上面 拿出新的东西来 他在拍片的时候 是舍得花钱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强调讲 我们要砸多少钱 才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按他在这期节目里头的描述 就是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手段 真正重要的是创意 所以他最最重视的是在一个节目的创意上面 就像一个电影的导演一样 他特别在意这个剧本是不是好 另外 当我讲剧本是不是好 不是像韩国电影那样子 反转反转再反转 让你万万没想到 你看他所策划的所有的节目都非常简单 我前段时间曾经做过一些节目 介绍他这个直播的那个游戏 就是包剪锤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观众非常容易理解这个故事 理解这个游戏的规则 所以看起来就非常轻松和容易 然后又充满的悬念 你想知道这些人最后谁赢了大量 谁赚了多少钱 谁游戏闯成功 不是吗 所以创意很重要 这个创意的重要之处 不是将把一个故事弄得多么的复杂 而是一个符合人性的 容易消费的一个故事线 然后节奏非常之快 就像每一期节目都在玩一个不同的游戏那种感觉 这才是Mr.Beast讲的 和我个人理解的 真正他成为世界第一网红的秘密 就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谢谢 再见